山东来州平里殿镇 石柱兰村村长张玉玺近日向本台记者投诉 村里的两个村霸有政法委在背后撑腰 强占村里的170多亩土地 全村的500多人至今没有土地耕作 村民表示村民只要上访就会被拘留 石柱兰村村长张玉玺的投诉材料称 村里25年来出生的孩子和过门的媳妇500多人 至今都没有分到土地 村民上访多年得不到解决 张玉玺表示 他为村民维权上访 打官司要求返还土地遭到打击报复 我们村里的地方一共是170多亩 占了4年多了 属于非法查占公共财产 2016年非力非不了 政府干预保护这两个地方 他们后面有幕后操纵者 他们后来据他们说 有什么政法委的了 铁哥们有经济了 正关系 现在政府打压我 因为我这个老上访后来来 据了解 2010年10月法院判决 侵占土地的张福新返还村委会57.97亩土地 至今未执行 对共同被告周金海 侵占58.8亩土地返还的诉求 至今法院不立案 八岩家的地不是二没二 就生了一抹山了现在 有的现在 生活里没有地 一户一户都没地 现在就是老北京 基本上从26岁下的都没地 到北京他们把我们抓起来了 拘留了 到北京最后五六堂 其中最后 关了五天 他们也不给拘留证 2010年 9月3号到9月8号 张玉玺还举报 镇政府自08年起 强占村委公章 目的就是剥夺村民的自治权 据了解 平里殿镇有60个行政村委会的公章 全部被镇政府强制保管 新唐人记者雄斌李梅采访报道